其他选手还在吃野菜浆果时 鲁恩这边已经实现了鱼肉自由 但仅凭这些还不能拿下百万奖金 他得想办法搞一头大家伙才行 毕竟想把另外几名选手熬走 单凭毅力和耐力是不行的 食物才是生存到最后的关键 如今已经饿走两位 逼疯一位 鲁恩吃饱喝足不敢有一丝懈怠 接着上山寻找资源和驯鹿了 途中遇到了一大片浆果地 刚好可以当做饭号甜点 这些天他已经捡了三个鹿角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遇到活物 艾伦不是昨天一往捉了六条鱼吗 吃饱喝足决定做一张食物大床 一方面是为长期生存做准备 另一方面是不想让自己闲下来 而且捡的资源也非常适合做床板 艾伦先把原木放在地上做床腿 然后把踩好的木板铺在上面 接着定几根木钉固定床腿 木板不够就用木棍来凑 食物大床就成功做了出来 做完这些他的身体就吃不消了 赶紧铺好睡袋躺在家里养精蓄锐 期待明天的刺网和吊线保护吧 要不然很快就得卷铺盖走人 斯汀原本是个素食主义者 自从开了婚就一发不可收拾 刺网已经无法满足他的欲望了 于是他决定制作一套钓鱼装置 这套装置由树叉和甲尔构成 甲尔包含亮片 VIB 前头钩 可谓是路亚人的终极大杀器 无论是鲁鱼 鲑鱼 铜尊鱼 都能找到自己爱吃的那一款 一切准备就绪来一个精准抛头 差点挂注他这条百金美人鱼 安麦这妹子没什么存在感 处境画面大部分都是在床上 屋内挂的熏鱼也不知道哪来的 反正只要有东西吃 就坚决不下床 实在躺累了就生火做石板烤鱼 不得不说 这烤网是真的不错 烤鱼出国后来到海景餐厅 边欣赏美景边享受美食 荒野求生硬是玩成了度假 可能是觉得一直躺不太合适 安麦决定给自己打造一张吊床 既能提供节目组所需的素材 还能增加一个新的地方躺 这玩意儿和编织鱼网差不多 经过漫长且枯燥的编织过程后 安麦把它绑在了两棵树之间 躺上去就再也不想起来了 看着雪山听着海浪声 那感觉比躺屋里舒服多了 斯廷这妹子也是闲得蛋疼 不把精力放在食物获取方面 反而把时间用在了加工木棍上 不知道是不是木棍太长影响燃烧 之前不是做了套路亚大杀器吗 是时候去看一下有没有鱼货了 斯廷满怀希望提起来一看 杆子上面连根毛都没有 本来想把网吓到湖中心的小岛 结果下水走了没几步就放弃了 刺网在他这彻底成了累赘 吃的没有那就剪点柴火吧 最起码饿的时候还能烧水喝 残赛这些天除了吃过一条小鱼 不是挨饿就是吃野菜和浆果 一把烂浆果配上一杯开水 被他幻想出了十几种美食 相比斯廷安麦可以说很努力了 即便每次收放刺网都会失身 仍然坚持把网吓到深水区 可以说非常好 只要下网基本上不会空军 安麦今天一共收获两条 取下来已经顾不上下网了 只想尽快处理干净回家干饭 因为他的身体已经到达了极限 小碎步走了几十米就开始大喘气 希望这两条鱼能让他满血复活吧 斯廷这边也来检查刺网收获了 遗憾的是老天没有一丝怜悯 刺网和钓鱼装置依旧空空如也 一直靠一粒坚挺的他彻底泄气了 我猜用不了多久就得卷铺盖走人 安麦这伙吃完鱼肉不去下次网 又躺在庇护所里感慨人生了 比起第六季第七季的妹子 这一季的妹子不是一般的菜 接下来他们是退赛还是逆袭 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揭晓答案